中国内地首条以PPP模式投资建设运营的地铁线路 中国内地首条5G信号全覆盖的地铁线路 谈到过往十年的成就 京港地铁总经理邵信明更愿意展望未来 日前京港地铁总经理邵信明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作为具备北京和香港基因的地铁运营公司 未来十年将致力于为北京市创造更大的价值 可能20年前的期望就是我从A点去B点 我要准点 我可以能够预计我大概是多少时间 就可以从家到公司 可以约着朋友去哪儿 去见面吃饭看电影等等 我绝对相信未来的十年会比这个更多 因为这个出行的空间 我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做什么 2009年9月28号 京港地铁四号线正式开通 这条地铁线路的诞生及成长 见证了京港两地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香港在地铁运营管理 科技 人才方面一直有着独特优势 邵信明介绍 京港地铁从香港地铁运营中汲取经验 引入了许多精细化的服务及管理理念 其实当年京港是有很多的管理的模式 经验是真的是比较比照香港 那么这些不同的经验 怎么去把它融合 变得更好 才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方向 这些不同的经验 到底哪些可以到了北京 可以所谓接地气 可以合用 这个反而是我们是未来十年的一个探讨的一个方向 2019年5月17号 京港地铁16号线 成为国内首条5G信号全覆盖的地铁线路 同年10月30号 4号线选择在国家图书馆站试水5G 十年来 京港地铁不仅借鉴香港地铁在管理运营方面的经验 同时也及时把握住科技给地铁运营带来的机遇 我们有时候有些同事会有一些小工具 带到我们的一些鬼行区去做工作 也有机会他们把一些东西遗留在里面 假如通过一些新的科技 一些不同的定位 这些独岛的同事 他们看见你带了十件东西进去 你是不是带了十件东西出来 这种的资讯会能够帮到的 在邵信明的办公室里 地铁模型是不可或缺的摆件 这让他在工作之余 思考如何为更多市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为他们每日的出行和生活增添更多便利 企业特别是我们公共交通的行业里面 因为假如跟人家说 我有多少的资产 我有多少的大楼 我有多少的车价值多少 这个到最后可能是没有意义 因为这些意义是怎么来的 就是每天我们都有几百万的乘客 他们是很乐意很愿意 我再回到你的身边用你的服务 所以这些东西才存在 谈及今后的发展愿景 邵信明表示 京港地铁希望打造 现代城市出行空间的概念 希望地铁与人的关系 不只是交通工具与乘客的关系 而能赋予其更丰富的内涵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